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人? 让今天10月17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于范思 洁净的心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耶稣正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塞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 耶稣进去便入了席 那个法利塞人一看见,就怪异耶稣饭前不先洗手 但主对他说 你们法利塞人洗尽背盘的外面 而你们心中却满是截夺与邪恶 无土人哪 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 只要把你们背盘里面的施舍了 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解禁了 感谢天主 福音中 我们看到 法利塞人对耶稣饭前不洗手的举动感到惊异 也许他们判施 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以为自己因为遵守了法律 就比别人好 因此,他们爱贬低和评判别人 只是为了更凸显自己的好 有时候,我们是否也像法利塞人一样 常用批判的眼光 把焦点放在他人的缺点 却看不到自己心中的截夺与邪恶 比如说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常需要面对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 社会给我们立了标准 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身材和脸蛋才算美 有多少收入才算成功 哪国的人比较受欢迎等 有多少时候 我们选择活在这些标准或规矩下 甚至只愿意和那些 我们认为符合这些标准的人相处 是反省 你心中对哪些人或族群有偏见 也许他们就是和我们宗教信仰 肤色 教育背景 价值观或性格不同的人 我们不自觉地会远离或排斥他们 认为他们配不上自己 然而 耶稣却希望我们记住 无论我们的外表 习俗 宗教 种族是什么 天主创造每一个人 都是美好 洁净的 但若我们让我们的内心 被偏见和批判侵略 被邪恶和捷夺占领 我们才会变得污秽 失去天主原来赐给我们的单纯和美丽 请品尝 请品尝圣言 只要把你们背盘里面的施舍了 那么 一切对你们便都解禁了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当我们开始判断别人时 先停下来 听听自己心中哪里不满足 不快乐了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请你用你的爱填满我的心 好让我内心充满干净的爱 也能爱别人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